工作了才几个月呀 都是纷纷想着跳槽 而且现在尤其是互联网公司跟我说 说我们这儿这个员工 没几天就不见人了 流动性特别强 就我觉得一个是他 一个是刚刚六哥说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枷锁还是存在的 但是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其实也有两样东西 把这个一个一线城市的中产 和准预备成为中产的 这个年轻人区别开 就是一个是户口 还有一个就是房产 就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 其实他们也很难获得户口 因为互联网公司一般都没有 然后也基本上买不起房子 所以说这个其实给你很大的自由 你跳到这儿和跳到那儿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不像你在体制内在下海 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身份的变化 那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可能这个就是一个 工资多少的一个区别 那这个枷锁的解除 其实某种程度上 给了它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 反正我也买不起 反正我也没有户口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反正没有户口 反正买不起房子 但是它很需要的 就是要储存更多的钱 对 而跳槽呢 通常情况下 每跳一次 人工都可能会增加 所以它为什么不跳 你跳的越多 你人工或者会越多 或者说你转的岗位越多 你经验越丰富 而且甚至在这些行业 比如说像以前一些银行也是 投行也是 一个人没跳槽过 那就表现它没价值 有这种说法 有有有 你老在一个机构工作 那就表明没人挖你 但是现在你知道出现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 尤其是对于这个互联网公司 有些人来说 你要拿来一个简历 就说你三年跳了八回槽 这样的人人家连看都不看 就等于我要你干什么 你这样的人 这个就夸张 你这样的人在这个地方根本就待不长 所以现在网上也有人教一些个 就说比如说 说跳槽呢 最好呢 十二个月以内 一年以内 别一不满意就跳 因为你也需要了解一下 有些情况是需要忍耐的 再一个就是说 除非收入有质的增长 也不要因为那边稍微多点钱就去 那这个它还是有很多 你们几位都没有当过老板 都没有招过人 是吧 对啊 我也招聘过 我也面试过 对 你怎么看人 你这么一说 那你先说说你的招聘 假如说你面 我招聘的人太假了 因为我在几间不同的公司里面 就遇到这种人 我会很好奇的 首先呢 首先我底下的同事会先把我塞走的 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三年跳八次 那肯定就不用我去给他 那也就是说 对于老板来说 他基本上 就是那些三年跳八次的人 已经没有机会见到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面试了 没有机会了 就被筛选出去了 对 就起码没办法到中面 但是呢 有时候我会特别提醒 有同事开玩笑说 哇 这个人好夸张 几年跳了 我会很好奇 我会把他找来 有时候有的 我真的会好奇跟他聊 我试过以前 在香港的时候就遇过这么一个人 两年转了五六份工作 那我就想看一看是怎么回事 就跟他聊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最后我发现 那个人其实根本不适合工作 他应该去念书 其实原来我后来才发现 他因为我就看他履历很有趣 他讲那些事 我就很感谢 我发现他其实是个读书人 我说你该回学校去算了 我虽然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面试 因为我们往往 比如说我们娶五个人 可能会有五百个人来应聘 所以不可能每个人都面试 但是我会把每个人的简历都看一遍 我真的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的就职 就业 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 你就看他的那个简历 就那么一行字一行字 你都能想象到这个 就这个小小的身影 他在这个大城市里奔波的 对 真的是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觉得他往往都是因为什么跳来跳去 因为我也对这种三年换八次工作的人不理解 但是我也问过这些人 他是这样 有的人我甚至会比较放松的问 我说你今天别考虑这个能不能应聘 咱们就先聊会儿天 我说如果说现在抛开一切的现实可能性 就让你自由选择 你想干什么 哪怕你说我想当乔布斯都行 我想当乔布斯都行 我说你想干什么 其中我想只要留一半的人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对了 他就会很茫然 他说 所以他就是随波逐流 只能说我先解决我的房租 我先解决我的温饱 那 所以他就变成唯一的一个权衡 就是哪个收入高 或者我对现在的收入不足以支撑我的房租了 我就不得不跳槽 个人的事业 人生规划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都是奢侈的事 所以我真的很心酸 对就我有的时候 我之前其实去大学去研究 就是我自己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 我去大学去演讲 我年轻的时候老演讲 跟年轻人说多试错 就是三十岁之前 你多尝试不同的东西 然后你弄明白自己想做什么 但其实我这几年不太敢讲这个话 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个社会的容错率 就变得挺低的 就是你一步走错之后 你再比如说 你干了几年不喜欢的工作 或者是你这学业耽误了几年 你再重新回到就业市场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你容身的地方了 所以我现在遇到年轻人 就是我遇到大学生 能忍得忍吗 我不敢让他们去吃错 就得讲另一句名言 就陆瑶的那个名言 人生啊 关键就在那几步 一步踏错 其实你看像我们这个行业都是比较冷门的行业 但是依然你能感觉到就是说 任何一个岗位都会有很多人来 但是会不会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承受力的问题 你比如说他有些人他只是觉得说 我个同事很讨厌 或者说我在这个节目组里啊 我这个组长他看我不顺眼 没错 那这个 因为他跳槽成本低了 所以他就更随意一点了 对 那这个实际上最后就变成 我觉得那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啊 你有可能是刚出了狼窝又进虎穴啊 你怎么知道那边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呢 他不知道 但他肯定知道现在不好 那也许更差呢 我觉得他不管啊 年轻真好 就是年轻他就有这个权利 他只知道现在不好嘛 因为现在问题就在于 他无论到哪里 还有另一种跳槽情况是怎么样 他可能到哪里 都在一个很基层的状态 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跳哪儿还不都一样 我今天这不爽 我为什么不走 我认为很多人是被成功学给害了 这是另一种 这个人吧 如果读成功学的书读多了之后 你看这个人 他就整天特委屈 真的真的 他就觉得这个 我本来应该是乔布森 对 我怎么跟着这个叫老六的人打工呢 谁都对不起他 怀态不欲 对 这会的时候你再跟他说 我当年比你还惨 我当年还住地下室呢 你现在至少是三人的群租房 他就会马上说 你那会是什么呀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就是他的确会 就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诉求吧 并且这个说真的 你说在北京北漂的大部分人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 又不是富二代 老师正份工作对吧 先让爸爸妈妈放心 这不挺好的吗 不行 越是这种小孩 他读成功学的书越多 他越幻想自己这个 就是像你说的 就是要干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知道的是 对现在不满意 至少我知道不干什么 对 我知道 对这个 这不是 这不满意 可是我自己的体会 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是很苦的 很逆反的 干了三年之后 突然有一天 你开窍了 你发现你爱上这个事了 那这种呢 你就失去了这种机会 那种道理 我觉得现在很难 对不起 我觉得很难像年轻人说的通 这个情况就跟 比如我认识一些 日本的那些师傅 无论是做厨房的 或者是做工匠的 跟他们聊 也常有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 一个做编金属网的一个人 他就说 这个东西 没有十年 没法读当一面 那现在怎么招学徒呢 那现在好像说 匠人这个行业很流行 在日本也是 很红火 很有魅力 很多人来学 但没办法 学不了 因为你完全见不到 那个终点在什么地方 你困在这 然后你跟他说 这个东西要干几年 你会感受到什么乐趣 干几年之后 你会到什么 他怎么等 等不及 对 因为那个六哥这个脸 总让我想起一个字 忍 所以我想问问六哥 你提倡不提倡 让年轻人忍 我们看过很多这种 忍辱福重的故事 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 而卑微的活着 很多励志故事 都是这么讲的 但是我 我其实不太赞成人 但是呢 其实最怕的不是人 而是年轻人 不知道要什么 还有一个 咱们刚才说 很多年轻人 被成功学所毒害 另外一个 我也说不上毒害 就是被影响吧 就是这种游戏 一个人玩游戏多了 他老有那种replay的心理 就是大不了 我再来一半 但其实人生 真的 就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 玩游戏多的人 他 我不知道会不会 这种行为方式 会有这种 快速移动 快速变换 我真的就觉得 就是你看 我死了还有一命 我们亲戚家 有个小孩 就是整天玩游戏的那种 后来我就发现 他我开车 他坐在我旁边 我就发现他一点 他对于 他这个视线呢 对于所有动的东西 都非常敏感 他甚至让我想起 我看有动物 那个纪录片 说那个鹰 那个鹰啊 往下扑的时候啊 其实兔子 要是聪明的话 别动 因为鹰的眼睛 对于静止的东西啊 他不敏感 只有你一跑啊 蛇也是 高度近视 但是你一动 砰一下子 就是我就觉得 他们就是这种 啪啪啪 这种快速移动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 我觉得不只是 六哥说的 这个成功学 有一些 因为尤其生活在 北上广啊 北上广深啊 这种地方 其实你离财富故事 是非常非常近的 就他不是在书里面 看到的 他不是在报纸上面看到 活生生在你身边 活生生在你身边 活生生在朋友圈看到 所以你说 我们去耻笑微商 说今天就提了一个 买沙拉地 明天就提了一个 什么车 那你看到 你确实是 这种别人的 快速的这个 对跟财富的接近 这东西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原来这种东西 其实不会刺激到你 你听说 谁家的小孩怎么样 你总觉得 这个东西是听说嘛 很遥远 你现在直接可以看到 别人开好车的照片呢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于 年轻人来说 也是一个 非常就快速 直接的一个刺激 觉得我不停地要换 虽然我要换到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觉得我要变 不变就死了 并且我觉得 这个年轻人分成两种 一种是 就是蒋房舟这样的 清华北大 这种名校的年轻人 还有大部分是那种 二本三本四本的 我觉得他们身上的那种 就是那种悲剧感 或者那种 宿命感 他更 你说他就认命嘛 那够我我也不愿意 但他不认命 的确那种上升的空间 机会 又很少 我们读库有就是 有一个老师 他就是这种三本的 一个老师 他写过很多他的学生 你看着真的 每个人都 那种挣扎 远远不是北大清华学生 能体会到的 他的那个 专题的名字就叫 《非走不可的弯路》 我想这《非走不可的弯路》 可能就包括这种 屡屡的跳槽 或者这种一世在世 这种 对 我记得这个 这个六哥有个观点 挺有意思的 就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 没有 有破产的公司 没有倒闭的个人 这话怎么解释 因为 就是这是 比我们那个年代 好的一点 就是这个 这年头无论如何 恶不死人了 对吧 无论如何也不会 这个社会还是给你 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们那个年代是 你是想自由选择 选择都不可能 选择走不了 对 现在 所以我认为这是 现在这个 一个人 不管他可能 被七零鸡汤 给弄得亢奋起来了 还是被成功学 弄得自己特委屈 觉得自己不应该 属于这样的命运 还是一个人 他专心致志的 相信了一万小时定律 他就真的积累五年 积累十年 都可以 他怎么着都能活 我说其实就是 到哪个山 唱哪个歌啊 为什么 就是今天的 就是我觉得 他有些孩子 像你们说的 这个成功学 他是觉得 我看见那个谁了 哪个富二代了 我就觉得 我怎么不能像 凭什么 我不能像他那样呢 你说这样 我觉得人 你快乐不了的 一辈子怎么可能 你说让一个年轻人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就安平乐道 我觉得不是安平乐道 我觉得还是 有一个时代的差距 就是说我觉得 在你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你知道这个 按部就弯的生活 它是能够给你提到 提供一种 你想象当中的 中产的生活也好 有房有车也好 有单位也好 你只要熬年头就够了 但是我觉得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我现在也忽然意识到 我原来以为 这个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 是一种平庸的生活 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 但我现在忽然发现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一眼望得到头的一种生活 是一种特别有安全感的生活 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 他们一眼是完全不知道 自己明天在哪 人家说华为 35岁什么四 就劝退了 你这忽然就戛然而止了 就我忽然发现 其实我们原来以为 平庸的生活 它本来应该是一条 康庄大道 就是所有的这个人 都可以走 只要你按部就班的 去完成社会规定的 你就可以走上 平庸的生活大道 我现在发现 这是很奢侈的 你必须要么 就非常非常努力 要么就非常非常聪明 你才能勉强 过上一种平庸的生活 我明白了 就是你现在的意思是 维持现状都没安全感 那当然了 是吗 连现状都有可能会失去 有一个说法 说大概是三年前吧 说当时这个世界上 需求度最高的 前十名的工作 在十年前都没有出现过 也就是说 接下来就是说什么 我看他那句话 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就是我们现在是 在未来还不知道 要干什么的 这个工作培养学生 他们将未来将适用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用什么的技术 去解决我们 还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 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 你没有那种 熬年头的那种说法了 你熬着熬着 你什么都干不了了 你就是回收站了 你在一个职业 深耕了很多年 你忽然发现 这个职业被淘汰了 你说就让你把这个手机 你把它研制的 做得特别的坚固 特别耐用 你把BB机研制的特别的好 然后你发现 就转眼间就被淘汰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用这种 说你只要熬 你就可以获得 想象当中安全感 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 他的生活不是一个 累积累方块 是俄罗斯方块 就一夜之间 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 你把我给讲明白了 就是我现在意识到呢 就是过去啊 真的是 就是在国有单位的时候 真是觉得 我根本没想着下一步啊 就是没有想 都给你安排好了 就是你 比如说对你来说 只不过是今天住 七平米的单身宿舍 甚至你将来想 我就是成了家 那电台 我该过分房子 不分房子呢 就暂时也有很多夫妻 就住在这个 七平米单身宿舍里 但是这是稳定的呀 或者说随着我这个 累年头 对 对吧 我可以一辈子 过这样的生活 一辈子吃干烧牛河 我是 也不会有人吵着我 有一次在打车 听这个电台里 一个嘉宾 他就回忆 他当年为什么下海 他因为他是北京人嘛 说话特幽默 他说我在那个单位 我就觉得我到八宝山 每一个路口 我都知道在哪 所以他就觉得 受不了了 他就要辞职 但是这种生活 又是现在多少人 所向往的 可是我回头讲 你的那个经历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你仿佛想告诉 年轻人说 你在每一个阶段 就看自己 我能力就只能拔到这些 我就这么的算 享受自己能力达到的 享受 水池有多大 就钓多少鱼 可是问题是 你的故事 是一个一路往上的故事 对 然后你叫那些小孩 他下一个问题 马上就问的是 那我怎么样能够 向你一路向上 为什么你能 我不能 不是 我的意思 恰恰不是一路向上 而是我在当时 吃甘草牛河的那个时候 我知道 你没想下一步 我以为一辈子都是这样 你以为是懂得非常平 我以为一辈子就是这样 挺好 可是问题是 今天的年轻人 他要看的 不是你在吃甘草牛河的 那个你 他要看的是 今天变成坐在这的 这个你 你是怎么从甘草牛河走过来 他关心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 都会有的欲望 这是不能够 不能够袭灭的 但是你刚刚说到 这种工作不稳定 其实这早就是 全球化之后 带来的最巨大的影响 要不然我们现在看美国 为什么特朗普支持者 那么多人 甚至包括很多年轻人 然后欧洲的各个国家 那种右翼回来 比如说贸易保护主义要出现 其实都是因为社会上太不安全 所以现在世界上 很多国家那种民族主义潮流 越来越强烈 比如说印度就很强烈 很多国家很强烈 为什么会强烈 是因为当社会没有任何东西 让你觉得安定的时候 你还剩一个东西 让你觉得安定 那是身份 我的民族身份 这是我唯一能肯定的身份 前年这个三百路公交车的 这个售票员好像是 他就是反正就是示意了 就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心愿 就是因为现在不是人都刷卡吗 公交车上已经不需要 配备售票员了 是 所以他们就失业 对啊 他们要保留工作 据说现在欧洲也是 就是年龄要给人类留一些工 而且将来你会越来越惨 比如说人工智能发展之后 机械化之后 现在会更多人失业 那么你比如说像前两年 我记得很多人还在念金算 是很热门的 念金算多困难 你要读多少年 要不断考执照 结果现在可能明年开始 金算是这个行业 就要逐步消退了 去年有一个新闻照片 就是一个某一个证券交易所 当年盖的时候是一个上千屏幕 那个大穹顶 里头就是上千人 上千台电脑在那 那现在 现在那个大穹顶就一台电脑 静静地戳在中间 都不需要了 然后你再看像现在 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付费 或者是成功学那么受欢迎 你仔细看 他们并不是在教你一种 怎么制作PPT 那么简单的一种技巧 他们很强调告诉你 就是因为未来太不安全 你永远不知道 你还需要什么技能 去准备明天 不仅未来不安全 你们说的让我意识到 现在也悬 对啊 现在悬的时候 你失业了 你还有房子 对吧 你没有太多的越共催你 年轻人失业了怎么办 对就像你看 我就现在要是回到我当年 那那个问题 搁到今天的问题就可能 也许这种平台 这个媒介 生存就生存不下去了 马上可能被一些其他媒体代替了 你的工作 你连这个甘草牛河你都吃不着了 它是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我女儿摆天的时候 我就请了一个摄影师 那摄影师呢 是一个 我当年还特别喜欢的 一个周刊的 那个主摄影师 一个摄影师 那兄弟后来就周刊 这个 周刊 杂志停刊了 他就来北京 做这个 一个商业公司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摄影师 就像我 我跟那搞 区块链的人 问他为什么 一定要拼命上这趟车 因为他说 错过了这个炒房 错过了这个互联网创业 他就感觉 再不上区块链 这趟车的话 他就马上就被甩在后面了 就彻底的被淘汰了 就是而且现在啊 这种 就是对未来的这种感觉啊 我 你像我听一个 互联网大佬 在那儿 这个信誓旦旦的 跟大家讲啊 就说 很兴奋啊 最近不都在聊 那个区块链什么的吗 现在区块链的技术 什么人工智能 就在我们眼前 说我告诉你们啊 从明天开始 我们连睡觉 都是浪费时间 我讲 这哥们 他肯定不失眠 你明白吗 他可不知道 睡 睡觉是多么奢侈的 对 你要失眠的话 你就知道 睡不着觉 更浪费时间 你知道吗 但是他这个意思啊 就好像 怕落下 比你成功的人 比你还努力 对 然后呢 其实你说 咱要 就是 六哥你比如说 说到最 原初的这个状态 一个人 他工作 先别说什么爱好 那他能养活自己 就我觉得 在一般一个稳定的单位 一个大的单位里 你好好干 这个忍气吞声的 跟周围人搞好关系 别得罪领导 别得罪同事 把人家交给你的活 认认真真的完成 我觉得 这不稳定吗 这不能够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吗 不容易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单位里 他那个也是 就是资源有限 所以就导致那种 叫零和博弈 还是叫什么 对吧 比如说只有一个生的机会 你怎么办 对啊 人生不去的 你就会很惨 有的人还有点 业余还好 我养个花 钓个鱼 我平衡一下我的心态 但是周围的人不干 老婆不干 对吧 或者你的老人 家里的老人不干 孩子也不干 孩子还被人比拼呢 所以他导致这个人的这个 而且就是 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 有一个就是 咱们这个 这个市场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 我感觉他有一个就是说 维持现状之不可能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有 比如说有时候 你看我跟人家 跟那企业界的打交道 我现在就发现 他们的员工 有个很大的压力 这个很大的压力 就使得 就过去咱们电视台的 就老在说 我们是被收视率 追得像狗一样 对吧 就是 他的问题在于层层加码 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比方说 你盈利了 盈利了这个挺好吧 可是呢 目标更高了 他这个部门经理就跟我讲 说我们的奖励机制是这样 我下半年头两个月 必须提升10% 我一提升了10% 我的职位也会提升 甚至现在的分配机制 很灵活的 甚至给我 我可以拿公司的股份 但是我要没有这个10% 我可能连这儿我都待不住 我就被漏下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事就麻烦了 没有快乐的一天 你工作有进步了 但是不会停止的 但是下个月还得更高 考公务员就没事了吗 不行也有事 考公务员行吗 公务员算相对比较稳定的 是吗 但我觉得也有 而且也有风险 所以你知道 比如说我就 为什么我就比较喜欢 六哥这种老板 对吧 他让我这个员工 觉得还能喘息一会儿 就你比如说 他这个毒库 也是碰到过风头 干嘛 就那个 但是他没上这个马车 是吧 你也就一直这么这么做 你觉得今天做一个事 难道不能说 有稳定的盈利 我这个收支能够平衡 小作坊 我就一直这么做下去 怎么不行的呢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想更多 这个月要超过上个月 下个月要超过这个月 我觉得这样没有永无宁日的吗 这是 因为我自己的理念呢 就是叫所得即所失 对吧 你得到什么 你会失去什么 那么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当时已经得到够多了 我就不要再去追求了 因为你再去追求的话 你就现在被人家 就是你貌似在追 其实他是在追你 那我自己的欲望降低一些 你就发现你挺活得挺好 也就不用再向人汇报了 如果你很早就想做大做强 各种攀比 你就会就是 就进入到一种 更就是上那个车之后 也很难受 没错 所以我上次见到过一个投资人 我觉得他倒是挺有意思 他跟我说 他说你准备这个什么融资啊 或者什么的 他说那个 但是杜老师 我要事先提醒你一句 他举了业界的另一个大咖的例子 他说你准不准备改变你现在的生活 我说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说 他就是就一旦融资之后 要做大之后 他说呢 过去不上班的 现在呢 每天早上八点到办公室 可能你十点才离得开 干什么 就是一天到晚的见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你要回馈各方面的利益 然后你要跟他们打交道 你要跟他们社交 然后呢 要向谁谁谁汇报 同时你 被业绩追着跑 对被业绩追着 同时你还得做节目 他说你得下这个决心 你要为了挣大钱 你要不要过这个生活 是 这个你融资之后 我就叫欠钱钱 什么意思 你欠钱 钱 这个说的第二个是吧 欠钱的钱 是吧 是 你这非常挺难受的 很难受的 说的你这样 你就喜欢上了呢 我觉得有时候 现在我自己公司 面对的情况 倒不是跳槽这个问题 对的 对的